一個想法 謝謝 那根據了解 在民國95年的時候 您擔任 當時您擔任法官期間 對於寺廟事務的判決書當中 我們發現上述人曾經主張您在案件中擔任審判長一職 卻和主導原處分做成的被上述人的辯護律師 江雍正律師有配偶關係 但是沒有自行迴避 當時也被指控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第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的規定 針對這樣的指控 您有什麼看法 對不起委員 我對這個案子完全沒有印象 是什麼樣的案件 我完全沒有印象 這是寺廟事務 關於寺廟事務的 95年 我澄清一下 第一個我對這件事情完全沒有印象 第二個我是覺得 我配偶的案件我絕對不可能去審理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個人是在那個 95年我應該是在最高行政法院的時候 所以說 你擔任法官 擔任法官 那我完全 對不起 但是你在這個案件中啊 你是擔任審判長的職務 不太可能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記得這個案件 我可能要做一點 理清但是我我們非常的注意這個事情 我覺得不會應該是不會去發生這樣的情況才對 這個是法官明知違法的事情喔 不應該會去應該要迴避 不應該是做這樣的一個審理才是喔 那我完全沒有印象有這樣一個案件很抱歉 好了 你回去再回想一下吧 是 因為你身為法官多年喔 應該很了解 利益迴避法的用意喔 為何當時沒有自行迴避 即使最後 法院審查是認為 你是沒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啦 你是沒有喔 也沒有圖利特定的人士喔 但是當初你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行為的話喔 確實會讓大家心存疑慮喔 所以喔 請您未來要更加的謹慎喔 才好喔 那再請問你喔 人民對於司法失去了信任喔 做為大法官的您 要如何提振司法公信力 關於如何提振司法公信力的部分喔 當然這主要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司法政策喔 那如果就大法官來講喔 我認為啦喔 就是說 大法官一定要獨立行使職權 這個部分是最重要的喔 在行使職權的時候 這個獨立性是非常的重要 那這個也是每一個大法官 我想都能夠去掌握的 那立法院啊 日前通過了民進黨委員會 可否 我們在行使職權的時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